Hello 我是蔡麥克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16個 保證會讓你後悔的溝通方式 根據哈佛大學針對數千名遭解雇的員工 所進行的項研究指出 那些因為人際關係處理得不夠專業 而丟掉工作的人 比起因為績效不佳而被解雇的人 整整多了一倍 所以不管你的專業知識再怎麼強 不懂得溝通的技巧 發展一定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為了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 那以下就是這16個 保證會讓你後悔的溝通方式 第一個最麻煩的 是你記不住別人的名字 尤其是客戶的名字 記住別人的名字 是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全世界最動聽的聲音 就是聽到別人親切的喊出自己的名字 而最尷尬的事情則是 客戶記得你的名字 但卻忘了客戶的名字 連他姓什麼都忘了 但客戶那麼多 我哪記得每個人的名字啊 難道就不能假笑帶過就好了嗎 要記住別人的名字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有意願 簡單來說 如果你沒有認真的想去記得別人的名字 那你就會忘記他們的名字 而我認為最簡單也最有效 能記得名字的方法 就是在初次見面交換名片跟寒暄的時候 先花個一分鐘時間 跟對方聊聊他的名字 像是你的名字很特別 是誰幫你取的 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 如果是俗芬 宜君 志偉或家豪這種菜市場名的話 那就更好記了 技巧就是把對方的臉 跟另一個家豪的臉 想在一起 然後在腦海中想像他們是一對情侶 家豪跟家豪在市場手牽手買菜 場景越有趣 你的記憶就越深刻 所以當下次當你看到家豪的時候 你一眼就會認出他來 欸 你不是家豪的男朋友 不對 家豪你好 第二個會讓你後悔的溝通方式 就是你的服裝不得體 尤其是跟客戶見面的時候 看起來不夠專業 哎呀 我是賣專業的 不是賣肉的 看起來過得去就好了啦 再說客戶會買就是會買 不會買 你穿Money都是一樣啦 對了 最近好像已經很久沒有成交了 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 比一個邋遢的業務員 更讓客戶倒胃口的了 而身為一個超級業務員 絕對不能接受的事情 包含油膩的頭髮 雜亂的髮型 滿臉痘痘 牙齒黃 蛀牙又掉牙 襯衫沒燙 領帶打歪 西裝不合身 皮鞋沒擦 帶便宜的電子表 以及最無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訂閱賬麥可頻道 跟打開通知小鈴鐺 這絕對是大忌中的大忌啊 第三個會讓你後悔的溝通方式 就是你沒有禮貌 很多人會把禮貌這件事情給想錯了 他們以為禮貌是一件為了別人而做的事 我看得起你 所以我對你有禮貌 我看不起你 所以我對你 就沒有禮貌 好像有禮貌是一種給予別人的東西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會經常吃虧的根本原因 因為他們沒有禮貌 齁 裝禮貌還要假笑很累耶 難道工作就一定要口四心非嗎 難道我就不能做我自己嗎 為什麼都沒有人懂我呢 要知道在現代的社會中 尤其是在商場上 禮貌這件事情幾乎是除了外表之外 第一個會被拿來評價的東西 沒有禮貌的人 基本上就是討人厭 會被人給予極低的評價 甚至會失去訂單 失去工作 然後他還在抱怨全世界沒有人懂他 所以有禮貌 並不是為了別人 而是為了讓自己不要 惹上麻煩啊 像我有一次在台北搭高鐵要去台南 經過台中站的時候呢 上來一位年輕人 走到我的位子旁邊跟我說 欸先生 你坐到我的位子咧 我想說應該不會吧 所以我把車票拿出來看 沒有錯啊 確實是我的位子沒有錯啊 但那個年輕人堅持說 位子是他的 他把他的票拿給我看 我看了一眼 欸 座位號碼沒有錯啊 但我也懶得跟他爭辯了 所以我就站起來摸摸鼻子 把位子讓給他 反正旁邊還有其他的空位可以做 最後當高鐵抵達台南站的時候 我站起來準備要下車 轉頭瞄了一眼 看到那個年輕人 很舒適地睡在我的位子上 我只要搖搖頭走下車 因為我一直沒有機會跟他說 這車是開往高雄 但你的車票 是到台北的 接下來第四個會讓你後悔的溝通方式 就是你的生活環境太亂 尤其是辦公空間 雖然每個人的生活習慣都不一樣 但事實的情況就是 辦公空間越亂 工作出包的機率就越高 像是會經常忘記別人交代的事情 不記得答應的時間 東西持交 搞丟東西 找不到文件 或重複下單之類的出包情況 雖然美國馬尼斯多達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 桌面凌亂的人更有創造力和冒險的精神 但這並不代表凌亂跟髒亂是同一件事情 研究結果也不是要鼓勵你把吃完的便當 跟報價單放在一起 而且雖然賈博士也有說過 聰明的人桌面都很亂 哈哈哈哈 你看 連賈博士都說聰明的人桌面都很亂 那我根本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啊 所以別再叫我整理桌面了 好嗎 呵呵 但你不是賈博士 而且他也沒有說過你很聰明啊 第五個會讓你後悔的溝通方式 就是你在面試前毫無準備 既然你都已經答應要去面試了 包含來回的車程至少要花掉半天的時間 而且沒有準備好就去面試 就跟穿拖鞋去相親 是一樣的道理 除了會受到鄙視之外 還要被面試官揶揄跟嘲諷 根本就是吃力不討好啊 對啊 我上次就面試到一間GY的公司啊 我只是不知道他們公司在做什麼而已 就在那邊大肩小怪的說我都沒有準備 靠 上班後不就知道了 有什麼好緊張的 那這道求職找工作 就跟要求客戶下訂單是一樣的意思 你就是產品 但客戶不一定要跟你買啊 所以你要能夠明確地指出 你的獨特競爭力是什麼 可以幫助公司解決什麼問題 並且用行動跟證據 來證明你所說的都是真的 你也需要處理面試官對你的疑慮 尤其是那些他沒有說出口的擔心質疑 或是對你有種不確定的感覺 這些因素沒有辨識出來並處理掉的話 是無法通過面試的 所以你要用銷售商品的邏輯來找工作 也把面試官當成客戶來處理 接下來第六個會讓你後悔的溝通方式 就是你不擅長社交閒聊 也就是small talk 只要你在職場工作 除了本身的專業度之外 最重要的一項技能之一 就是要懂得社交閒聊的技巧 這樣子你才可以跟任何人都能聊天打交道 這個看似不起眼的small talk 經常是擁有成功的人際關係 與職埃發展的關鍵要素 像我公司的很多的大案子 都是在出了會議室 跟keyman閒聊的時候所敲定的 你越能跟客戶輕鬆的聊天 就越容易得到對方的信賴 你講的很簡單 但我不知道跟他們聊什麼 咱們陪下有夠乾的 都要講一些我不感興趣的話題 而且話也接不上 是他媽想回家的 幾個基本的社交閒聊的原則 像是聊安全的話題 像是運動、旅遊、美食、小孩、電影或寵物 要聊對方感興趣的話題 但盡量要避開政治、宗教 或是涉及對方隱私或他人八卦的話題 盡量用開放式的問句 讓對方多講話 像是你喜歡看哪種類型的電影呢 你有沒有推薦的露營場地、餐廳 或是可以帶小孩去玩的 親子飯店之類的推薦呢 但你自己要準備幾個有梗的笑話 可以隨時端出來熱絡一下 我想是 易經的媽媽是誰 答案是易經螢幕 OK 以上就是這六個會讓你後悔的溝通方式 你記不住別人的名字 服裝不得體 看起來不專業 沒有禮貌 辦公環境太亂 在面試前毫無準備 以及你不擅長社交閒聊的small talk 等等 Mike 你不是說了16個溝通技巧嗎 怎麼只講了6個咧 沒有錯 因為還有10個更重要的溝通技巧 都在這本16個會後悔的溝通方式裡面 作者是人際溝通權威 基姆佐樂與普雷斯頓共同著作 兩位作者繼前作說話零失誤跟誰都好聊之後 再度攜手傳授簡單有效的溝通技巧 而且非常感謝時報出版提供10本書 要來送給大家 抽獎的方式也很簡單 只要到張麥克粉絲團分享本部影片 並在留言處寫下 為什麼你想要學會溝通的技巧呢 只要你有參加 就會送你一張900塊錢的折價券 可以用在TopSales成交特訓班線上課程裡面 另外會在1月29號再抽出10本 16個會後悔的溝通方式 而且運費不用你出 也不用我出 出版社會出 當然如果你等不及的話 我在下面的敘述放上買書連結 今天下單最快後天就可以收到囉 OK 那今天就聊到這邊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了解更多的東西 請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 另外一個人最快裡 好奇妙喔 來囉 deepest